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我们的Sound Bridge 这边的话也已经新建了一个工程了 然后呢关于轨道的概念的话 就不再去经营多说了 轨道的话之前的视频也已经讲过了 关于这种什么监听啊 还有SI M还有A啊 还有这边的这个功能拓展的这个部分 然后还有这个搜起来 收起来整理的这个功能 然后这边的话 有它的拓展的一些功能 包括你像这种这种Arm Automation 然后还有这个监听啊 这边的话都已经基本说过了 如果说有没说到位的 之前的上一套 之前的老教程也已经说得很详细了 功能更新的并不是很多 关于轨道的话就说一点吧 这边的话 其实也是之前的这个拓展 然后S M这些咱都不用多说了吧 S Solo 读咒 然后Mute 静音 然后这边激活录音 然后这边的话Arm Automation 就是记录插件的那个Automation的 然后这边开启监听 然后这边的话是反向功能 这也是相比较上一个大版本 也就是说我做上一套视频的内容之后的话 它更新的一个功能叫做反向功能 像是指相位的像 载像的那个像 不是方向的那个像啊 然后就是这样 然后这边的话是那个 它的这个发送的这个量的调整 发送的这个量的调整的话 首先这边它并没有去进行激活 然后这边的话调整 但是左声道和右声道 这个就不用再去多说了吧 然后基本功能的话就是这样 如果说你做一个小小型的分轨的话 我们可以去往左边掰一点啊 往右边掰一点啊 这是这款软件 然后这边的话 这边的话 它是一个发送的旋钮 发送的旋钮的话 我们首先先要去进行一定的发送 发送的话 新建一个return返回轨 也就是发送轨道啊 然后我们就是写一个sand 然后就是创建了一个轨道 轨道上面的话有一个sand 看到了吧 这边的话是一个sand 然后这边的话 return返回到哪个 返回到哪个轨道呢 返回到这个sand的轨道 然后我们直接可以把这个部分啊 这边看到了吧 发送到sand的这个轨道 然后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audio 0的话 是我的主音轨 然后那个sand的话 是被动接受的这个轨道 然后它就会把信号 直接发送到这个sand的轨道上面 然后如果说是 效果器的顺序方面的话 它肯定是先过所有的 先过所有的这个sand 效果器 过完了效果器之后 然后把处理完事之后的这个声音 发送到这个sand的轨道上面 这个基本上嘛 它都是一个是一个推子前的啊 这个的话 它是不涉及到推子前 还有推子后 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 就是推子前的 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发送功能 关于推子前和推子后的解释的话 简单来讲的话 就是推子之前还是推子之后 如果说是推子前的话 就是首先说先过完这个效果器 然后直接就 直接就丢到那个 这个sand的轨道里边 如果是推子后的话 我如果说我在推子上面 调整一辆之后的话 调整完了一辆 它丢到了sand里边 这个的话是有不同的定义的啊 然后基本上嘛 功能就是这样 然后这边的话 调整的是它的发送量 然后经过调整了发送量之后 发送不同的信号量 然后到这个sand里边 很多人会说 这发送轨道有什么用啊 这返回轨道有什么用啊 如果说你是第一个轨道 要用到这个混响 第二个轨道要用到这个混响 第三个轨道还用到这个混响的话 那么我们可能会节省一定的资源 然后呢 你也不需要每次把所有的混响啊 等一些插件调整的结果 和和之前调整的一致 对吧 因为你是发送的嘛 只要是调整一下发送量即可 这样的话 既能够节省我们电脑的CPU资源 又能够更加灵活去方便的使用 首先来说一下啊 这一季的Sound Bridge的系列的视频 实际上更新的内容也不是很多 就是重新规范了一下 然后我们下一季的视频的话 不知道是不是可能会给大家简单的 介绍一下另外的一款单轨的 因为你要知道嘛 实际上我们用这个软件的目的呢 就是替代Audition嘛 我真的很讨厌Audition的 然后多轨的底下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款软件去进行替代我们的Audition 然后单轨的模式你要知道Audition的优势就是在于单轨的编辑 对吧 我们下次课的话介绍还是介绍一系列吧 讲解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单轨的编辑软件 然后就是OCN Audio 这个的话小黄人 图标是一个小黄人 然后本期的系列的视频基本上也已经结束了 然后感谢您的收看 然后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加入到我们的交流群 然后如果说Soundbridge系列里边没有大的更新的话 我这套视频的话基本就不会去进行更新了 如果后续的更新内容只是修补了补丁 没有革命性的更新的话 就基本上就不会去再去讲解关于Soundbridge的教程了 然后如果说你也是用Soundbridge的 或者是你也想要去用Soundbridge的话 那么欢迎扫码 扫一扫左边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交流群里边 然后我们交流群的话 有以下几个底线 第一个本群的话拒绝伸手党 解决的问题类型偏向于资助 然后不谈论升卡 不谈论所谓的机架 也不谈论所谓的升卡效果 不谈论所谓的盗版 然后也拒绝求这些所谓的盗版资源 然后如果说你和我们志同道合的话 欢迎扫描左下角的二维码 然后加入到我们的交流群 好嘞 感谢您的收看 拜拜 拜拜